我们现在离开了东兴 我们今天来走了一个山路 五个小时才能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呢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配一首音乐 就是我跨过山河大海 真的是跨过了一座座的山啊 走到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观景平台 大家老实说要来这儿看一下 蓬莱石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 冥冥 这里是中国越南 崇佐 防尘港 越南广州省 三县 宁明县 哇 这么多的地方的交汇处啊 怪不得刚才路过检查站的时候 还有人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呢 这里是交界处了 这里的气温太好了 年平均气温22度呢 泰老师说这里常年有大风 所以叫顺风啊 但是呢 今天真的没有风啊 今天风和日丽的 特别好 大家好 我是李小森 我现在来到的是崇佐的平祥了 我到了这个地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里的人好好啊 这里的老板也好好啊 你知道吗 就是他问我在网上订了多少钱 就是发现我在网上订了这个价位 比实际的价位贵了7块钱 然后他竟然退给我了 他说你这个在网上订的贵 他说我把那个差价补给你 我天哪 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好的老板 而且他专程带我上来看看房间 他说你先看看房间满不满意 然后那个再决定要不要定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 老板刚才专门把我带到这个房间 他还说这里的水啊 喝的吃的都是免费的 还有果汁呢 老板走的时候还跟我说 你如果想吃东西的话 你就下楼往左转 然后那边都有吃的 而且刚才那个老板还跟我说 楼下喝的那个矿泉水啊 包括口罩啊都可以随便拿 我的天哪 这是感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呢 就是感觉到家了一样的感觉 老板还跟我说 门卡上有他的电话 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跟他联系 我就觉得特别温馨 就是这个老板人特别好 我拍一下你 下次要住他们家 刚才我说我把我的行李 就放到旁边凳子上吧 老板还专门说 我给你放前台 我怕那个丢了 我给你放到前台 就有一种那种到家的感觉似的 虽然这个地方小 是个小城市啊 但是给我印象真的是挺好的 来看一下平常这边的楼 哇这种楼感觉特别像80年代的那种楼房 有没有像那种职工宿舍啊 或者是那种老楼房 今天收到的消息是 我们下午才出去逛街呢 所以我现在准备出来吃个中午饭 看看平常都有什么好吃的吧 刚刚我还问那个老板 说几点退房呀 老板说你想几点退呀 因为有的地方不是12点 有的地方是2点嘛 老板说没关系 你想晚一点的话两三点三四点都可以 我天啊就能惊到我下巴了 我刚卖吃的东西这里呢 卷筒粉好像是这儿的特色 老油粉 哦这边好像都是这种 什么老油粉啊 凉拌粉啊 酱油粉这种 面试风味是什么 凉拌粉 这有一家凉拌粉 这家看起来干净一些 来这家吃吧 哦海原烧鸭粉和酱油粉 是招牌是吧 对啊 老板帮我推荐一个吧 我第一次来你们这边 第一次来是吧 哦 那也吃一个 哦烧鸭粉就是那个是吧 对对对 那我要一个烧鸭粉吧 好的 十块是吧 是的 这边老板娘好好呀 笑容满面的 这个有很多配菜的最佳 嗯好的 哦这是配菜 我觉得我来到平常 感觉就这儿人超热情 每个人都是 特别热情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老板娘就是 笑着看着我进来的 烧鸭粉 就里面放一个 嗯鸭 鸭腿肉 我的烧鸭粉好了 来看一下里面的配料 就是主要的佐料 还是这种粉 然后这个是烤鸭感觉 烤鸭的肉 配上昨天酒店老板的 这个早餐来 准备吃我发了 这么一股螺蛳粉的味道 哦其实啊 哦我知道了 刚才应该是放酸笋了 怪不得 吃一股螺蛳粉的味道 这个酸笋就跟螺蛳粉 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我想着如果不放酸笋的话 就是那种 嗯 正常的那种粉的味道吧 还可以的 我现在在想 他们这边的人怪不得瘦了 吃一碗这个就能吃饱吗 我觉得吃一碗粉是吃不饱的 我觉得要是在我们家吃一碗粉 怎么着也配个饼吧 这个烤鸭也很好吃 刚吃了一个 就是那种北京烤鸭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那个我给你一次来直播啊 不是直播我拍个视频 来视频是吧 嗯 以后以后装助你 好的 谢谢 又多了一个粉丝 这里人我觉得好温柔啊 我说话 而且真的就给人感觉特别亲切 我觉得在大城市的感觉就挺会不到这种感觉 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南宁吧 就那个我住的地方本身也就是商业写字楼 就跟别人说话的感觉就是大家就是有些陌生感 有些距离感 但是在这就没有 真的就好像周围的邻居一样 走了这么多个城市就给我目前的感触是有点这种感觉的 小姐姐说要送一下我的视频关注我 关注啊 哎你真的那个你们这儿的人太好了 昨天我来到这儿 然后那个礼店老板也特别好给我感觉就像到家了似的 对这都是比较热情的 对特别热情给我感觉特别好 然后你去了好多地方啊 对我去了很多地方 国外有去吗 没有 都在国内啊 对都在国内 今天又准备又走了 我跟着两个老师一起的 可能下一站要去德天跨国瀑布吧 德天 那好了我走了 粉很好吃 拜拜 吃完粉了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了 大海老师已经来接我了 好了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明天见拜拜